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Goth Unchained的官网 在2019年的时候 该公司推出了同名店由Goth Unchained的一炮走红 仅在公测阶段就已经成功售出了400万张NRT游戏卡牌 创造了当时NRT游戏卡牌的销售记录 这也是当年仅次于数字猫的区块链游戏 从官网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款游戏非常类似于传统网游中的如实传说 是一个竞技类的卡牌游戏 而随着用户数量的不断上升 Goth Unchained的发现以太坊 链上存在交易拥堵又昂贵的现实问题 于是便开始着手策划 创建了专闻电邮和NFT耳神的Layer 2扩容方案 随后Immultable X就诞生了 Immultable X的创始人是Foxon两兄弟 创始人Jimson Foxon16年才毕业 在做了两年前章开发后 就进行了自主创业 创立了Immultable X 然后他的兄弟也是创始人之一 则是在神迹公司B马为座了两年数据分析之后 才进入到IMX 从团队背景上来看 也是属于币圈的一贯风格 就是非常年轻 也正是这些新鲜血液 推动了整个区块链事业的发展 相比于其他的Layer 2协议 Immultable X是以太坊上第一条 专注于NFT和链油的Layer 2拓展解决方案 其他的类似的协议上来看 很少能找出专注于某个方面的Layer 2协议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Immultable 目前是Layer 2协议的第八位 它有着更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再加上其成熟设计和完善的设计机制 Immultable X也被誉为以太坊链油的发动机 有任何想在以太坊上发行链油的项目方 估计都不会忽视Immultable X这个协议的存在 目前Muteable X上的TBL是40.56M 这个数字在所有的Layer 2协议中位列第八位 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然后我们看到Dep Array的显示数据 目前IMX生态下的Dep总数量是76款 以NFT类和游戏类项目为主 虽然Dep数量较多 但缺乏足够的活用用户 我们按30天也就是月活数据来统计来看 月活超过1000的项目 经由Gasang Chen的这个成名游戏 你看这些就是他们的生态下的一些游戏 还有大名兵的GOG 因为V6也都是因为用户数比较少 所以暂时还没有比较大的起色 随着后面游戏的开发发售 因为他们都是已经发现了自己的代币 但是游戏是没有正式发售 所以用户数还是比较少的 未来可能会有一定的爆发 所以我们也要值得关注 Inmutable早年的话是就开始融资 在18年7月份就融资了240万档 当时Coinbase Nivea Capital等公司都进行了跟投 在19年9月份的时候 项目又进行了A轮投资 Nesphere Ventures 也就是腾讯的最大股东 当时也进行了参投 之所以融资如此顺利 也是跟项目团队的背景有关 2021年的9月份 InmutableX在Coinlist上进行公募 当时募集资金是1300万刀 很顺利地完成了整个项目的公募 然后最新的一轮融资是在今年3月份 他们的融资进行了C轮 由新加坡国有投资公司 戴马西欠投 Animoca 等公司都进行了参投 以25亿美金的估值 成功融资了2亿美金 算是在整个区块链行业中融资比较顺利的一家公司 这是它的一个背景的一个大致介绍 然后自然而然我们也会关注到它币价 InmutableX从最高的9美金到如今一路下行 现价已经跌到0.86美金 未来很多投资者或者小白可能会问它是否有比较好的升值空间 然后我们打开上面的官方白皮书 根据官方公布的代币释放图 我们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 InmutableX目前解锁的数量每个月高达3000万美 以现在0.9U的性价来算一个月有接近2亿人民币的筹码释放 算是一个不小的泡压 长期来看重点关注项目运行一年后的项目方解锁 也就是12个月之后的解锁到时候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泡压 而短期而言项目币价与项目方未来的规划进展并且相关 在未来InmutableX也有几个短期的利好 比如说他们会在下面的交易收取2%的费用 这部分的协议费一部分将分配给InmutableX 就是团队本身 另一部分也会分配给InmutableX的质押奖利池 然后他们还退出了5亿美金的投资基金 用于加速NLT和Web3行业的项目发展 同时他们也开启了正式的代币质押 另外他们与一些加密货币支付的服务商也推出合作 使其代币流通性 应用场景都大大增加 总而言之 InmutableX它发展是具有比较大的潜力的 首先它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先发优势 因为它是以太坊链上首个专注于链油和NLT的项目 未来NLT链上发现链油也好 NLT也好 始终会绕开InmutableX这个完善的基础设施 再加上它有许多明星机构站台 有一定的流量支持 这也是我们比较看好它的一个原因 但是它也存在一定的瓶颈 首先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它有的比较 超多的竞争对手 不说像BSC 像Matico这些的弓链 它们自己也有扶持NLT或者链油的一些基金 这是产生直接竞争的 然后还有一些对于一些比较成熟规模比较大的链油 它们自己也会退出 像阿谢它们就自己退出了自己的roning测链 类似于这种的也是会对InmutableX的未来就产生一定的冲击 再加上InmutableX它自身游戏的选择可变成性不足 很多项目方它们虽然跟InmutableX合作 但是也是只是InmutableX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持 这就是大致的一个项目的介绍和它一个潜力分析 希望大家能在参考后就是有自己的选择 注意二级市场传染风险 然后今天分析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